各位好,來到下午2點41分,我們看看港股最新的佔貨 恆生指數期貨小時圖上,價位大幅裂口高開後一直橫行 曾經在未到保利加通道頂前就已經有回通壓力 但並不是代表不能繼續升,尤其當我們看到保利加通道頂部轉為上移 而為價位騰出更大的上升空間之後,淡有應該退守 這是即時的形勢,你看到指標幾乎全部都向好 是,RSI現在回到5小時平均線下面 看看15分鐘圖 15分鐘圖一直在保利加通道頂和保利加通道中間橫行 而保利加通道頂就開始下移限制價位的再升空間 就代表即使聲勢轉弱了 最重要是不要穿保利加通道中軸 那就有機會再反覆上落一段時間 再看看向上去向下破 不過,技術分析指標方面就不一般了 有1、2、3個轉淡了 看完這兩個之後,我們再看二十大圈箱的表現 到現在為止,Credit Suisse是掛買掛股盤最多的 成交了計,是50億港元 而它主要的正買入股票,是騰訊 正被動賣出,是建行,全部都說被動 加上計,最多被動買賣成交就是騰訊 其餘有JP Morgan,高盛,美林,花旗環球和大摩 這些成交都是較多,較為活躍 你看到全部都集中在一隻,幾乎是騰訊 掛買方面,分得很散 騰訊略多少少,不過這排第六位 而掛股,阿里巴巴就多些 看看最積極的縣商Credit Suisse 現貨主要是騰訊 騰訊的相關衍生權證 另外一些牛熊證也有參與 大家看看哪幾隻 掛買掛股最多 拆散來看哪些是正買入最多 立一立 正買入最多是這隻 騰訊 正掛股最多 即正被動賣出最多 被動賣出都不是特別多 這隻阿里巴巴 即是騰訊 夠阿里巴巴 現在三大市場指數 最低潮的時候 升幅差不多 最高的時候 亦都差不多 除了紅籌指數 比較多一點 即是說 大家一起在低位見底 由紅籌帶領上升 藍籌跟國企相對地就差些 就是這樣分析 六大成交金額最多的股票 這六隻 最低的時候 就是哪隻 表現就是這隻 中國平安 一衝上的話 厲害了 中芯國際 最高升過10% 過外 接著就到美團點評 然後到騰訊 接著就是阿里巴巴 最後看看美子期貨 現在最新的表現 3089.88 是標準譜認500指數 升138.4.7% 依此計算恆生指數的合理值是24773 不過現在恆生指數只有24409 現在EAS 就更高 24439 我早就猜了 也很難 跟回升這麼多 因為昨天沒有跟跌 沒有跟速跌 今天自然就沒有跟速升 很正常 今天的分析到此為止 非常多謝大家收看 好